Offset或者是刚刚提到的像 Index等等的相关 我完成的画面都有把那个最后的画面放在上面 给各位参考 主要你要了解就是这些函数它主要可以帮助你就是在将来查询资料 这时候非常的好用 每一个函数每个函数的特性 比如说Index它里面就是一个范围 那你这个范围可以给个名称 用名称OK 可是Offset用名称就不OK 所以你可能不同的情况下你可能自己再去调配说有哪一种会比较OK一些些 Offset的话是针对就某一个实际上的工作表 在哪一个储存格 将来你要向下还是向左向右反正去抓取它的相对应的 某个储存格资料到另外一个位置 那你就可以用像Offset的方法来做 另外再来我们要提的就是有一个叫Indirect这个函数 那这个其实在工作上用到的机率其实也还蛮大 而且非常的好用 只是说这个难度会相对的多了一些些 那底下甚至还有什么 ascii code 编码表 想说我这这这什么怎么会这么 到底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到底 怎么做 首先第1个 一样 再 复制一个 那这个工作表名称的话呢 我们叫 Indirect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好 那Indirect函数 它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第1个 假如我插入一个 减数预参照 那你会发现它也是放附近 在Index的下面 而已 OK 那底下有一个说明 一样 就是会需要两个参数 反而参数变少了 OK 平安确定 那实际上你只需要给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就是 这个reference test 如果预设你A1就是在A1的位置 那就不用变 可是你A1如果要改变这个下面的参数可以自行再去改变 不过通常我们是没 不去改变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抓到是哪一个储存格呢 抓到了 储存格呢 实际上 指的是 在lookup里面 我们要找的是在 这个 应该是在 这个 lookup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哪一个 储存格呢 他的刚好是在 比如说我要抓的是00 这边 我要抓的是 001好了 001的位置 刚好是 抓姓名的话 那我要抓的是 lookup里面的 b3 关键就是这个b3 那 Internet 是直接找那个工作表里面的那个位置的一个字串回来 你把它放在里面就对了 所以 使用的方法 第一个 插入一个 减事与参照里面的这个 Internet函数 第2个呢 referent test 请注意一下 这个我看一下 你可以把它切过来 切过来之后 有没有 再去抓这个位置 比如说001的话 是b3 OK 然后呢 特别注意 点一下下面这边好了 他会切回来 不过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现在按确定 会产生错误 为什么错误呢 他会跟你讲说referent错误 实际上 这个应该也是index Interest这个函数的一个bug 因为理论上 其他函数 你离开的时候呢 他会自动帮你在前后加上双影 有没有像if 你离开 他就帮你加前后双影 可是你会发现 Interest 他不会帮你加 所以呢 很容易 同学就会漏掉这个动作 前后加上双影 所以如果按确定 如果没有加会错误 但是你加了之后呢 他会自动帮你把uberway给抓 抓过来 可是我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今天呢 要抓到第几列 第几列的话 根据的是 什么呢 诶 这个列号 跟编号什么关系 你会发现 这个列号 可能要分两个部分来处理 b 跟3 蓝 跟列 要分开来处理 那第1个 我们的 这个3 跟那个编号 刚好相差2 所以 其实你如果说要把这个 这个 后面这个3 将来自动去抓哪一蓝的话 你可以end 后面串接 串接什么呢 串接这个 数字 有没有 那本来他 串过来之后 那你再把 先把它加上2 因为你加了2之后 他本来是一个文字 你把它加了2之后 他就自动帮你转成数字了 001加了2 变成3 就会自动帮你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放 叫b3 串接 串在这里面 所以你把它打勾之后的话 他会一样 就乌博威了 那如果说如果向下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他会自动怎么样 自动去抓到比如005 005应该是 刘宏钧 刘宏钧 没错 所以基本上 第1个 我如果说 要把原来 我刚是用b3 直接先指定 那如果说呢 我要把它改成 它是 自动去抓到哪一 列的位置的话 那我可以把后面呢 串接一个 本来是b3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c 这个查询编号 这边 end串接 它的编号 加上2 因为呢 它的位置跟实际上的 这个 我们要存取的位置相差两列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它加了2 加了2之后放过去变b3 所以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就是说 可是我今天 我要抓的 未来的那个 interact的位置 b栏的位置 将来要变成c d bcde的话 实际上怎么样 因为它刚好在b栏 这个位置 刚好是c3 d3 e3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说我向下填满的话 那我需要做什么事呢 需要把原来的b 输出 然后变成c 就是这边要变成b 可是问题 你要怎么输出这个b这个字 其实这边的话呢 你可能要稍微再多了解一个东西 就是 我们的那个什么 asci code 不过你不用全部了解 你只要了解最重要的 就是 键盘上面定义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内码 这个内码 如果你今天的位置 因为这边有0到127 那美国人设计的时候 他就这个键盘要定义好位置 那其中呢 如果是 大写的b 他的位置 他给他是66 c的话67 686 刚好连续 所以666到66 69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你要输入b的话 你可以再学一个 这个插入函数里面呢 找到文字 里面呢 有一个叫c h a r ch 这个这个这个函数呢 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给他一个编号 他会帮你把 他里面的字元级 是哪一个字 帮你输出 所以这里如果今天呢 我里面放66的话 你会发现 按确定 他帮你输出b 那你想说如果我今天 要向下填满 全部变bcd 的话 有什么方法呢 其实 向下填满 刚刚有用了一个东西 叫r 所以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假设加上什么 r 可是r现在多少 3嘛 可是你加了变69 对不对 怎么办呢 把66 再减3不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66变63 63再加现在的3 那打勾之后 还不是这个63加3不就是 也还是66嘛 所以打勾之后会怎么样 变b 对不对 可是你向下填满 66变加4 那不就 刚好怎么样 有没有 应该懂我的意思 OK 所以以后呢 因为我们刚好 用ASCII 其实这个 你不用把死背了 你就是 知道 他有个内码 内码表的数字 对应到 键盘里面的 某一个 有没有 某一个符号 或者某一个字母吗 当然也有数字 也有英文 大写 跟小写 所以键盘怎么定义的 就是靠这个 这个ASCII 你知道大概就可以了 那主要我们是利用 CHAR这个 CHAR的这个 函数 帮我输出这个号码 那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 再跟刚刚的东西 搭配起来呢 其实你可以把刚刚这一串 复制一下 放在哪里呢 关键来了 把这个B的地方 把它 放上去 可是放上去你要特别小心 不要乱放 因为这个公式 先把它delete掉好了 1到这里 AND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这样应该都OK了 好 特别说为什么要把它 放在这个外面呢 因为它是一个函数 函数跟函数要串接的 函数跟字串要串 要放在里面的时候呢 一定要AND AND 串接 那把这个公式串过来之后 它这个地方会抓到B 所以回来的话B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的话呢是 刚好5 再加上 2 就7 所以就 lookup里面的B7 就帮我把它 抓回来了 那当我向下填满了之后 它变成C7 D7 E7 打勾一下 看一下 你应该没有 你向下填满 不过 错误的话 应该还是一样问题 这个地方 鎖一下 鎖什么呢 鎖 这个要查询的栏 那这边都不用鎖 打勾一下 向下填满 OK好 理论上应该这样就OK了 只是说 你们可能会 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东西 怎么样去抓到BCDE 关键就是这个 CHAR的这个 这个 函数 它可以去抓到内码 你给它一个位置 它会帮你抓到你要的东西 那配合它呢 可以帮我再放到 这个后面 串接在一起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试一下 那应该完成的画面上面都有 刚刚做的 答案 尽可能自己可以的话 自己先试试看好了 云端上面也有各位需要 参考的相关的资料 OK 试一下 INDIRECT 这个部分当然最难的 就是INDIRECT 谢谢啊